- 大家好我是大老啊 我跟大家讲 尼泊尔首都机场加德满都 这个机场跟早期的香港机场一样 是要拿到特殊的认证 就是你要规定进了模拟机 拿到认证可以飞加德满都的机场 你才可以飞的 第一个我跟大家看一下 这是加德满都机场的进场图 飞机的进场图 看到红色的全部都是3 全部都是3 你进场要从这个壕沟里面 飞进去 这个是机场 旁边全部都是3 再给大家看一下桃园机场 这是桃园机场的进场图 就这么简单 直直的进去 蓝色的是海 然后呢 这个机场没有所谓的盲将进场 盲将进场就是我们精确性进场 他有一个规定 就是第一个跑到头不能有障碍物 你跑到头有障碍物的话 你就没办法直线 他只能直线跑到在前面 他只能走直的嘛 第二个他有下滑角度 我们一般飞机这样进场落地 到机场跑到上面是3度下滑角 但是我们做个这个盲将进场 最大最大的角度 如果自动落地是3.3度 那设计这个可能到3.6或3.7度 我有点不太确定了 我们看这个进场的进场 这个不是精确去进场 为什么呢 他做不了3度这么浅浅进去 因为前面都是3 他变很陡啊 他这个坡度到6度 6度是装不了盲将进场的东西的 装不了 所以他这机场 加德满度机场在山里面 有人说这机场跑道很短 这机场跑道一点都不短 这机场跑道比松山机场还大 一万多尺的跑道 比松山机场还大 他一点都不小 但是因为他是特殊地形的关系 第二个这机场非常非常麻烦 我跟你讲这机场 我们主要 就是因为我当年我们在华信 我们本来华信要飞加德满都 但是737没办法直飞 尼泊尔加德满都 我们就要去申请跟我们老板 我们老板啊 就是我们是二娘养大的嘛 我们就去跟我们的二娘 二娘就华航 跟他们讲说我们的波音737-800 当年就想要装一间小奖 叫做Winlet 现在所有的737-800 一出厂就有Winlet 但当年还没有 2003年那时候还没有 所以我们要装一间小奖 装了这个一间小奖Winlet 之后我们就可以直飞加德满都 当然了后来精气是研发研究一下 发觉这个我飞加德满都过得去 但是呢装了这个Winlet之后 对其他航点啊会增加油耗 那换算就要不划算 我们就不飞加德满都了 但是我们所有的人啊都被抓去摩尼基 迷航局的考核官呢还考核过我们的加德满都 所以我当年被抓去过加德满都的进场 那加德满都啊出了很多意外 都是重飞时发生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加德满都啊 这个机场重飞有多危险 这个是这个是机场嘛 四周环山跑到在这边 一重飞的话直飞直直飞撞山 撞山那一般大部分 我跟你讲是大部分啊 至少一半以上所有的机场啊 重飞很简单啊 重飞这是桃园机场 我们进场嘛 得得得得飞到机场 如果要重飞这个虚线啊 虚线就是重飞啊 一起飞过跑道头 左转飞到这个点 Sedon这个点嘛 这样就没了 就在那个点上面待命就好了 所以我们重飞很简单啊 油门一抠下去 一抠飞机就自己飞了 震伤升率 收起托驾 gear up 然后导航重驾驶挂上 飞机就飞过去了 飞过去就飞过去了 我就不用管了 因为我在海上 我给你们看看加德满都 重飞有多复杂 多复杂 你叫一个程序 做错你就上山了 重飞的程序 虚线啊 看虚线 这是我们刚刚进场的 进场的程序嘛 这条10的黑线 然后呢 一重飞就看这虚线 你要先到一个圈圈啊 你要原地转360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 因为你没高度 你没高度 所以你要先转360 一直转 转转转转 转到有高度之后 再从这个山沟里面出去 当年啊 我们在华锡 做加德满都啊 重飞的时候啊 他一定不会这么简单 给我们两颗发动机重飞嘛 给我们一颗发动机 就是重飞的时候 挂掉一颗发动机 前面几次啊 大家都撞山 大家都撞山 爬升率不够 不然就是啊 你程序太复杂了 太复杂了 基里是一直过跑道头 马上收起落架一 过了吗 2.1海里又转 你过多少次再转 多少航向多少航向这样子转 你只要错过一个没转 就上山头 很麻烦啊 这东西非常非常麻烦 他不像一般的所有进场啊 只要遇到一个地 一重飞 飞什么点 往海上边飞 或者往平地飞 或者叫爬到空中 3000 4000尺带命 没事 这哪有地方可以带命啊 四中吗 全部都是山 没有地方可以让你带命啊 再给大家看加德满都 我就要看到加德满都的进场 我都快崩溃了 好这个不给大家看了 这东西实在太复杂了 这东西实在太复杂 这个东西是进场的图 进场叫绕圈圈 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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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转进去的地方 不像我们远远的 40海里 30海里 40海里外 南直线 就可以落地的机场 不是 他在山里面 山里面要走山沟进去 而且我跟你讲啊 他是在山区 山区的能见度经常不好 你是在什么东西都看不到地方 你要完全信任这飞机的仪器啊 譬如说11海里下降高度多少 几海里下降高度多少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进场图好了 飞机进场图其实很复杂 非常非常复杂 非常 这个是11海里 这写11嘛 是11海里 11海里要下降到多少 8,900 过9海里可以下降到8,200 再过过多少海里 可以下降到多少 过多少海里可以下 所以他是一路啪啪啪啪啪啪 你在任何一个高度 那个距离 距离跟高度下错 你就撞上山头了 我跟大家讲过嘛 以前我刚第一年 飞福克股时的时候 飞澎湖 就类似这样子嘛 就是类似这样 但竟然要想澎湖吗 四面都是海啊 就是这样子嘛 譬如一个高度是 有某一个高度是4,000 过了某一个点 才可以下到3,000 那时候机长在飞 过了某一个点 还不能下到3,000 只他先下3,000了 一下 马上就违规了嘛 航管违规嘛 那我是 我跟大家讲过 我一看 靠杯飞错了 我马上把应答机关掉 犬子帮的关掉 然后叫机长赶快爬回去 机长一爬回4,000 我把犬子帮的打开 航管没发现 航管为什么能知道我高度多少 因为是我有应答机发射出去的嘛 我一看 干 高度飞错 马上把应答机关掉 一爬回去 应答机打开 非常非常菜的时候 1999年的时候 飞福克50的时候 如果同样事情发生在加德满都 一个距离下错 4,000还不能下3,000 你先下去就上三头了 你说这地方微不危险 加德满都这地方我不知道 我没去过 如果真的到加德满都 你可以选择飞机 千万不要选737 因为737没有任何的 这种walling的automation 如果你是32Airbus飞机 它可以一路挂自动导航 一路距离高度 距离高度 一路这样下 下得很准 当然737现在也办得到 但是他们737没有Airbus来得准 那另外一个问题 今天跟大家稍微科普一下 加德满都 它厂高4,000多ft 4,000多ft的话 已经算是高原机场了 我个人飞过比较高的6,000多了 我是飞过那旧昆明机场6,000多 在深圳航空的时候 飞昆明机场 第一个只有机长能飞 副驾驶不能飞这机场 那第二个 我们公司只有737 700可以飞这个机场 为什么 因为700的性能好 因为700飞机小 起降距离短 但是这个机场是 只要是高原机场 它的操控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它密度不大 所以你飞机的操纵面 它没有这么敏感 我等一下跟大家解释 今天我们上到一个 通气动力学的课 我等一下你们一定要认真听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你要想 我跟大家讲过很多很多很多次 飞机的生力从哪里来 从机翼来 对不对 好 我给大家一个概念 那所以你飞机的所有操纵界面 能够左能够右能够上能够下 其实都是靠你这些操作界面 产生生生力 对空气影响而来的 好 假设我今天在评力 同样一个单位体积 我这样评力吗 单位体积 穿过这个翅膀 假设空气有100个分子 当然不是100 我举例说明 我尽量用最简单方式解释给你们听 让你们听得懂 假设我在地面上 同样的单位体积内 穿过机翼的空气分子是100 我得到这样的生力 我今天在高高山上面 对不对 我在昆明 我在加德满都 我同样的单位体积 穿过翅膀 越高度越高 密度越小 所以它越高 今天同样这个单位体积 穿过机翼的空气分子 可能只剩60个 对不对 你懂的意思吗 我在地面密度大 对不对 同样单位体积穿过机翼 空气分子100个 产生很大的生力 我在高高度 越高越高 空气越来越分散 西伯嘛 同样单位体积穿过机翼 只剩下60个空气分子 所以我生力变少了 我同样穿过我升降舵 尾舵 负翼 的分子也少了 你明白了没有 所以它操控 它操控其实是不是那么灵敏 所以我们以前在飞 高原机场的时候 第一个机场能飞 怕副驾驶飞不好 第二个我们落地的时候 譬如说平常20尺带杆 我们飞高原机场 40尺叫带杆 你20尺才带 带下去 你飞机都已经扎在地面上面 那个杆你才觉得 动了 那你平常进场 一般飞机进场 譬如说油门 是56%的N1 但高高原机场 大概都要推到58 60 油门就会比较大 为什么呢 就同样道理 好 我现在附带跟大家讲一个观念 人家都说 夏天 夏天的发动机 性能变差 我们以前的飞机 我在那沙烏地阿拉伯飞的时候 我们发动机 我飞ERJF这颗发动机 这颗发动机最多只能到50度 外界温度50度以上不能飞 所以很多 我们夏天那时候 在沙特 在首都利亚德 常常一下就51度 52度 飞机就不能飞 那我们的发动机 特别去跟原厂加购 我们就可以买到 可以55度还可以飞 那有时候 我们在中东飞的时候 今天非常非常热 哇下午非常热 45度 大家都不能飞了 飞机的 飞机发动机性能不好 不能飞了 为什么性能不好 其实这个发动机啊 50度它就不能飞 发动机的内燃式啊 燃烧式啊 温度是大概800度 它800度的油 在都把里面烧 推动涡轮都在烧了 今天外面50度 它就不能飞 有可能50度不能飞吗 为什么50度就不能飞呢 那是因为啊 就跟我刚刚跟大家讲的概念嘛 平常这个空气在地面上平地的时候 吹到这个发动机里面 同样单位体积 100个空气分子 今天你温度变到50度 同样单位体积啊 进到这发动机里面 只剩下40个空气分子 对不对 他妈没气了 他烧个屁啊 这样你们听得懂意思吗 好 如果你们对这个概念懂啊 我就再跟大家讲 其他让你们比较更懂这个东西 我们在高高原机场啊 就737来讲啊 因为其他的飞机不需要 其他的飞机发动机啊 就是你要启动 由我们启动发动机 一个按钮打下去 他就自动启动了 他有非常好的行车电脑 会自己去计算 但是呢 飞到737 我跟你讲全部都手动了 我们启动这发动机的时候 要看N2的转值 因为他发动机转嘛 他要把外界空气全部压进来 压缩 一直压缩到差不多 有这个蓝点了 有这个密度了 他就点工油点火 那我们一般啊 发动机点火是N2 高压转值N2的25% 你们不用去记 我只告诉你在世界各地都一样 发动机启动就是25% 就注油 但是在高高原机场 因为737叫手动的嘛 我们就要加2到3% 我们本来25% 就是看到25 油门就拉起来了 就注油嘛 但是在高高原机场 我们就要等到27 有时候28% 就让这个转值啊 继续压缩工具 继续压 到28%才能 把注油 有时候28%注油 发动机还要把半天 咔咔咔咔咔咔 跟半天才能打着 为什么 因为他空气密度的关系嘛 密度不够嘛 进来空气量少嘛 他要继续压缩嘛 所以啊 你们知道早期的车子啊 开到阳明山 开到阳明山可能就不行了啦 你开到雪山屋岭 就不行了嘛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空气密度的关系 你在平地 同样单位体积 假设100个空气分子 你绕到五岭 只剩m40 什么烧不了嘛 懂不懂 那这样一个问题来了 对飞行员来讲 每天的温度都不一样啊 对不对 桃园机场的厂高 机场高度107ft 那对我飞行员来讲 我们不用这个厂高 我要计算性能啊 有一个高度 我们叫做 我们叫做density altitude 叫密度高度 密度高度 才是我真正知道的嘛 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 冬天 在 在桃园机场 今天寒流来5度 跟我今天夏天 在桃园机场 35度 我今天性能一定不一样嘛 对不对 你们可以理解嘛 那我怎么知道 今天性能怎样 所以我们有个换算表格 来换算它 这个换算出来 就叫做密度高度 如果以夏天 35度来讲 桃园机场 这厂高就107尺的机场 捷径平地的机场 我算出完密度高度 可能吗 2000尺 就是说 我今天什么都没做 我坐在地面上 就等于我已经在 2000尺的高空中了 这性能就这么差嘛 对不对 那你今天5度 寒流来5度 我换算我性能高度 靠腰 今天可能 可能负的 可能负 我负300尺 他性能就更好 所以以性能来看 他是有密度高度 好 所以我跟你讲 以加德满都这个地方来 唐年 第一个他是高高原机场 他已经是高原机场了 4000多尺 算很高了 你很少飞机场 可以超过1000尺以上的机场 很少了 我大概95%飞的机场 都没有超过500尺以上的了 更不要说3000以上就是 就是高原机场 6000以上高高原机场 瘦脑啊 哎呀我天 加德满都4000多尺 这个机场长年啊 的密度高度都是6000以上 就我坐在地板上 我今天在加德满都 咖啡厅里 Satbox喝咖啡 就等已经坐在6000多尺的地方了 哦 这样你们有概念吗 哦 所以第一个 这个地方性能不好 性能不好 直接影响什么 直接影响你起飞性能不好 你从飞性能不好 对不对 这这就要 为什么这个地方啊 所以我再讲回家的满都 为什么这个地方 坠机意外这么多 第一个山区 你起飞性能不好 你从飞性能不好 你的操控 也没那么好 对不对 我刚刚已经跟你讲嘛 在高空上面 操作界面没有那么灵敏 那你就容易出事 第一个 在尼泊尔这个国家里面 自己的国内线的飞机啊 都不是那么好的 先进的飞机 没有那么好的先进飞机 全部要靠飞旋 自己手动导航 过了11里 副驾驶要报 11 miles OK 我们可以下降到8900 副驾驶办 9 miles OK Continued descent 1,240 副驾驶报 8 miles Continued descent 7,350 6 miles OK Continued descent 6,360 5 miles OK Continued descent 5,660 要一个step 那速度很快啊 有这么两mine 你刚念完一个 又下一个 就一直下 一直下 一直下 这个高度 下不好 出事 天气好都不怕 出事的时候 都是天气不好 天气好 飞旋看得到嘛 高了低了 会不会撞到东西 地上就知道 有没有偏 飞偏的知道嘛 对不对 你这个东西天气不好 你飞偏的都不知道 就上山头了 那你又没有IRS 你没有盲匠 盲匠很准啊 你歪一点就知道嘛 对不对 他没有盲匠 他偏歪的你都不知道 所以他危险 第三个他性能不好 所以这个加德满都 才出了这么多 这么多的事情 加德满都 是真的危险机场 你要是比起其他 其他很难很难机场 你说早期的香港机场 香港机场 那你飞不好嘛 不好对 最后那个跑道吗 不好对 对不好 你就重飞嘛 你重飞没事嘛 Toga Tay go go run button 一按下去 重飞就没事嘛 对不对 话题结束 你在加德满都 这地方不是一个重飞按钮 按下去就话题结束 重飞才是你真的满头大汗的开始 我飞过这么多飞机 所有的机种 我只要挂着自动驾驶 波音的系列者是 Toga Tag off go run 这个按钮按下去 那Airbus飞机是推 把油门直接推到 Tag off go run 这个档位 飞机就重飞了 我们业界是这样子 不成文规定 进场飞机一定是 逛自动驾驶嘛 我们只要没有看到跑道前 不解除自动驾驶 如果云闪了 跑道在前面了 OK这个时候 你有把握的时候 我们把Auto pilot解掉 我今天如果没有看到跑道 就是在云里面 让我到决断高度 我要决定我要不要重飞 那一个点的时候 假设我没有看到跑道 那我只要重飞按钮 按下去 飞机就自动重飞了 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起落架收起来 把他紧益收起来 就这样子 然后monitor 他重飞的路线 我跟大家讲过重飞非常复杂 这么多科目 所有的科目 飞行影响得到起飞落地 这些所有的科目 我在电视上讲过 阿关节目讲过 最复杂的是重飞 重飞很复杂啊 而且你不常 你不会常常遇到重飞嘛 我飞行27年 1万5千小时生涯里面 我重飞不到十字手指头 所以代表飞拳对重飞是不熟的 就进到模拟机里面才飞掉到重飞 那你每天都在起飞 你每天都在落地嘛 起飞就把这把杆子带好 一拉一杆飞机起飞 落地就要对的准技术好 那重飞很多事情要做 一重飞 如果你是手动要带机头 没带带太高 施速大元 大元空难民国空难 带太低飞机起步来撞上三头 一带要收紧益 收紧益呢 副驾驾喊正上升率 要收主轮 主轮没收 阻力太大 爬不上去上三头 所以重飞非常难 非常复杂 所以业界不成文规定 我只要没看到跑道 我不解AutoPilot 因为到决断点 我要重飞的时候 至少我就要由重飞按钮按下去 Airbus由重飞 推到重飞档位 飞机就自动重飞 飞机会自动重飞 他会自己follow go or run的路线 重飞路线 你要做的呢 就很简单 只要一重飞 把锦翼收到一个段位 正上升率主轮收起来 其他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没有看到跑道 几乎不解自动驾驶 你要想哦 你没看到跑道 就把自动驾驶解掉 然后就把到minimum 没看到跑道 靠北 go or run 你妈腰带感 然后因为你边飞嘛 你边飞你就没办法按自动驾驶 你一定要飞机稳定了 你按自动驾驶 就是你这个杆子没有跟他失地的时候 你才能按自动驾驶 会出事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 诶 为什么呢 是我飞的某一个机种呢 他自动驾驶挂在上面 但是go or run 没办法自动重飞 你自动驾驶 就算autopilot engage 好好的状况下 你只要重飞按钮一按下去 第一件事情会发生的 autopilot trip off 自动驾驶就会跳掉 这架飞机的设计就是 你只要重飞按钮一按下去 自动驾驶就跳掉了 我其实跟大家讲 飞行员的workout越低 容错率就越大 同样一个飞行员 在320的飞行员 在加德满都重飞 他就要把油门推到重飞档位 他就飞机性能够 程序不要做错 收紧翼收主轮 飞机飞得好好的 今天737的飞行员 一重飞 Toga按下去 autopilot 他还要带赶 带太高 失速 带太低 上三头 还要重拾边飞状况 还要收紧翼 收起落架 还要挂自动导航的LNF VNF 全部都稳定做 你赶快 因为这时候你很想要 赶快挂autopilot 大部分情况下挂不上 因为你手只要湿地就挂不上 那你一定要手放开 才能挂autopilot 但你一手放开的情况下 飞机不知道飞去哪里了 这是一个bug 你一手放开飞机把它翻掉 你要放开 赶快按 但就挂不上 你我跟你讲 我这样讲什么 你没办法理解 进到模拟机里面都是这种情形 好了 今天大概就这样子了 好不好 今天非常非常非常感谢 所有支持大佬的朋友们 那我还是讲 不管你们喜欢我 或不喜欢我也没关系 相信我或者不相信我也没有关系 但是呢只要喜欢这个节目就好 毕竟我是现在唯一啊 我觉得我是有社会责任的 我是一个唯一能帮大家科普航空知识的朋友了 好不好 不喜欢我 我也要继续帮大家服务这个航空知识的 所以我也是挣扎了很久了 好不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拜拜